今天带大家参加一下我改造了一年的后花园 虽然不是很完美 但是要想一想 原来这里地下全部都是石头 我们搬过来的时候一颗花都没有 下面全部是石头 我就铺了两排的这个砖 而且下雨的时候就像一个红色的river 这里是叉枝的树形喇叭花 这是叉枝的矮牛 这些花都是不用钱的 这些喇叭花是明波美女寄给我的 矮牛是从对面的邻居捡了几个枝 回来叉枝 去年开始叉枝 你看今年已经到处就湿了 这是我家拿过来的美龄椒 这是我院子里种的第一个花 美龄椒 这是那颜色 蓝花草 在泳池的周围 外边呢是种花 那边呢还有些味道 这是狗菜 这是梁琴棉 记得我的广东黄瓜 我觉得它很难长 不知道是不是瘦会不好 或者营养不重 但是也结果了 这两个 还有这个枝枝子已经结了 昨天我已经抓了一大把去充菊花茶 我院子里还有黄金菊 哎呀可好了 这个是 白香果 今天花还没开 到中午的时候白香果的花 就开得很漂亮 但是不知道它接不接果 哎呀有一个果了 哎呀接了一个果了 我还以为它不接果 这么厉害 明年我准备把它铲除了 哎呀它竟然接果了 好惊艳呢 我都还没有看到 哎呀好大一个白香果啊 太棒了太棒了 好惊喜 种植的喜悦就在这里 有时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鼻子带来惊喜 这里呢是黄金瓜 OK 这个subrub的曲面 弄到一个 在宁波给我的树形 哪把花 它已经很高了 超过这个fans了 但是我刚刚上两个星期把它给剪了 把它老致给剪了 这是新发出来的新枝 哇这每天早上是一堆堆的花 再过一个月 可能是最漂亮的时候了 非常美 虽然不是什么名贵的花 但是真的 我很喜欢这种抱盆的感觉 我就喜欢很热闹的 很抱盆的这种感觉 有些花可能很漂亮 但是它是开季天 一年静悄悄 哎呀我就受不了这种感觉 这个好像是 忘了叫什么 采飞蝶 叫什么 哎呀忘了 这个花也是 开的时候很多花 也是香蕉树 我一直在开到院子外边 你里面 不知道春天的时候 看它有点干 就把它给剪了 后来朋友说 要连续三年 它才可以结果 所以今年开始就不动它了 后边还有八盘的 八袋 山药 去年种的 今年又重新发出来 今年可能有很多山药吃了 希望 它是田七 这是您说给我的 田七 你看看 它已经结了 我现在又差了一点 准备找一个地方 专门种一个田七园 这个是紫花豆 它跑来了一个野的 去年的 那我没有八盘 它也结豆了 那我没有八盘 它也结豆了 那这里你看 好看 好看啊 好看啊 有大红花 喇叭花 葫芦花 葫芦花 到秋天的时候 有满树的花 很漂亮 它一天可以变很多种颜色 早上是白色 慢慢见粉红色 紫红色 哎呀可漂亮了 这个是贴心帘 瘦瘦瘦瘦瘦瘦了 这个已经 哎呀 这已经坏了 三颗 这已经连刚住了 所以 加多了一只 两只颗 这个喇叭花 现在不开始 唯唯唯唯唯开花了 哎呀 这个色狗 这个色狗 就是 我的 这个色狗 暂时来讲 都是花 哎呀很美 很有满足感 把想象 原来这个都是石头 是一颗 一颗花都没有 这一年 种植小白 而且我是没有 基本上是没用什么钱的 这些花都是朋友寄给我的枝啊 寄给我的苗啊 有的是别的地方捡回来 移回来来检查 自己的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摸索 所以很有成绩感 很开心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上面没有这么浇水 有点干 那么下面的喷水系统 这个星期 开了 所以这喷到下面 喷到上面 那这个是 红姐寄给我的 砍瓜 据说可以 可以长差不多两尺长 一路 每天 每一次 砍三寸 它可以接着继续 再长 继续吃 好神奇啊 我昨天已经忍不住 在地下摘了一个 已经吃了做沙拉 脆脆的 有点脆 有点绵绵 有点甜甜 有点香香 哎呀 味道好特别啊 真的 营养又很丰富 真的非常好 这是完全自然环保 没有用药 没有用肥料 这现在还有 这里还有四个 五个 还有五个大瓜 哎呀 继续长 太好了 太棒了 好 这个就是我的瓜棚了 这里是瓜棚 第一棵就是 砍瓜 那我的理念是 花和瓜 就浑种 坐在院子里 第一时间看到是花 进来的以后看到是果 这样子的话呢 就不会觉得像一个农民的菜园 因为毕竟这里是一个泳池 每天 每天早上在这喝咖啡 吃早餐 下午四点钟以后 我们就在外边 这里赏花 喝红酒 吃喝下午茶 五点钟左右 五点钟左右就游泳 游一个小时 又到六点多 吃晚饭 所以这是我们生活的 这里 这个位置是我们生活的主要的空间 所以希望能够慢慢把它打造的舒服一点 又不能远离生活 别再摸索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也可以给多一点 哎呀 这个里边 先说里边 里边是 种的山药 今年发的山药的 一些山药豆给朋友留下了一些呢 全部把它发的苗 就用这里呢 这后边呢 因为是上边夏天爬满了果藤 所以说它不够阳光的 去年我种的紫薯是没有结果 所以今年呢 我就种成紫山药 据说紫山药呢 不是紫色的 这个山药 应该是 山药呢 是不怕阴凉的地方 它不是很喜欢阳光 所以说我希望它在这里可以安家 明年可以有山药吃 好 这个第二 第二 第二冬 第二冬这里呢 是种了 长豆角 哎呀 这长豆角也结了 哎呀 我都没看到呢 哎呀 你看好长啊 那天哪 太惊喜了 因为没有仔细看 前两天才看到它有的开花 哎呀 竟然结了 哎呀 好 过两天可以递做煎蛋饺 好久没有吃煎蛋饺了 因为美国都是四季豆 它很少有这种长豆角卖 除了花人超市 那这个是圆椒丝瓜 我名以广东人叫水瓜 哎呀 你看这个 已经结这么大了 可能过几天就可以吃了 下边还有紫花豆 这野的 我就没有拔它 等它接几个果 以后再拔掉它 哎呀 这个也结了 这个也结了 哎呀 下面还有一个灵胶丝瓜 还没看到 去年接灵 我种了七颗灵胶丝瓜 大概接了有八百个 哎呀 到处送人了 但是复了十月份以后 不知道为什么它丝瓜也在变苦了 我估计是隔壁近 种了两颗苦瓜 所以今年的话 就没种那么多了 这里是冬瓜 开花了 还没见到果 哎呀 我好喜欢冬瓜呀 希望今年冬瓜可以大分手 我今年种了六颗冬瓜 这里 两颗冬瓜 两颗丝瓜 这里是四颗冬瓜 OK 这个色狗呢 就是 是芋头 去年 凌波寄了四颗 四个种子 我收获了四个大芋头 小的呢 就随便就扔到这地里 今年全部翻表出来了 今年可能如果做的好的话 今年有很多芋头吃 到秋天自己腌点腊肉 可以做芋头糕 哎呀好香啊 好 这个色狗还正在改建 在这个空心砖里边 准备了种一些花 里边这里再种一些蔬菜 还没有时间 你看这里 刚刚前两天 才把这个空心砖再改建 后边这里 前前前前面这里 又改建了一个长长的花坛 也叫花床 也是里边种果树 现在大家看一下哈 这颗玫瑰 这个玫瑰 是我搬过来以后 第一颗插火的玫瑰 你看 它是月季 它每个月都开花 它几乎全年都在开花 真的是很漂亮 也不用这么打理它 就放一点咖啡渣就OK了 这个是紫尾 紫红色的紫尾 也是很漂亮的 也是在冰家移了个小苗 它已经长这么高了 再看一下这个瓜 现在这个瓜 我一天看到好几回 真觉得好漂亮 这些蔬果呢 不单是可以吃 我觉得成为了一种风景 每天觉得很惊奇 就胜了一个果实啊 真是太开心了 好开心啊 明天早上听着鸟语花香 今年的蝴蝶还没有来 再过一个月 这里就很多很多蝴蝶飞舞 好的 今天就到这里 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第一次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 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的 请在留言区留言给我 并且希望关注我 多转发 大家互相鼓励 互相学习 打造我们美好的家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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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